最近热播的演习攻略 李真的是善良的角色过于善良 黑化过后又是过于恶毒 比如剧里的耳情 就是让观众横志入骨的一个角色 亏得皇后对他那么好 他的一番话却是皇后最后的致命一击 因为他应落和傅恒才没有办法在一起 知道大家都很恨这个角色 所以耳情的扮演者苏青也在微博上说 我自己心里的一番话 说自己爱角色胜过爱自己 前期是耳情 到了后期就是元春望了 他是英落被发入新者库的时候遇到的 后来英落到元明园去了 他也跟着去了 原本承诺一直都在一起的 但是英落为了给皇后报仇 不得不成为皇帝的嫔妃 于是元春望心生妒忌 后来就黑化了 直到结局的一切都是由元春望安排的 后来网友都在元春望的饰演者 王茂磊的微博下面骂了 但是骂得太狠了 王茂磊才发觉自己的内心没有那么强大 无奈关闭了微博评论 不过周海妹早年间因为拍戏的缘故 导致眼睛疲劳过度 看东西不是很清楚 之后引了一段时间的钢蕴茶眼睛的情况就好了很多 小儿我同来尝试了六种 在某宝满的度数整整下降了三百多度呢 最近正在热播的香蜜沉沉进入霜这部剧里 有一位当年的香港女神也是一位老戏骨了 她在剧里饰演的是天后这个角色 但是是因为这个角色的性格比较复杂 而周海妹演出来的更有力一点 所以很多网友就吐槽周海妹只会干瞪眼 都和杨颖差不多了 还说她成的太丑什么的 而周海妹她说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人善良 所以她决定退出微博 周海妹曾经也是香港女神之一 她饰演的周芷若可以说是最美最经典的 当初周海妹和吕良伟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两人都是失业心很强的人 所以两人很快就离婚了 在这段婚姻之后 周海妹遇到了一个豪门的少爷 原本周海妹是打算嫁给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